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的朋友 无论你富贵还是贫贱 都会与你相互提携 相互勉励 共担风雨 如一杯陈年老酒 胃浓而易醉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再好的感情也不能模糊三个事情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再好的关系 都要用心加以维护 否则就会像蒲公英一样 风一吹就散 关系再好 也要守住这三条底线 任何一条都不能逾越 金钱的底线 谈钱伤感情 自古便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老话说得好 亲戚不共财 共财断往来 关系再好 也经不起金钱的考验 过年发红包 别人给你发一千 你给别人发一百 人家嘴上不说 心里难免留下疙瘩 多少亲戚都在钱字上面翻了脸 即便是亲兄弟 也要明算账 谈起钱来 容不得半点马虎 亲人也是凡人 也要赚钱 花钱过日子 那些仗着血脉亲情 占尽便宜的人 迟早众叛亲离 谈钱其实是对亲情的保护 千万不要碍于面子 让自己吃哑巴亏 关系归关系 金钱归金钱 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心里一定要拎得清 亲情远比金钱贵 唯有摆在台面上 才更容易相处 当人情和钱搅合在一起 只谈感情 不谈钱 往往感情就到头了 正如老人家常说的那样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一定不要用人情 世上最难还的债 是人情债 人情无论怎么还 总会觉得有所亏欠 谈钱最不容易亏欠对方 杨将说唯有身处卑微 最有机缘看到事态人情的真相 世事分杂 人情冷暖 钱虽不是万能的 但能让我们看清一些人 一些事 分辨出真情假意 去为存真之后 才能更清醒地认识到 哪份感情 哪些人 更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 呵护 说话的底线 关系的长度 往往取决于说话的尺度 好的关系一定要守住嘴 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在外面表现得彬彬有礼 对每个人都一场客气 可是面对亲近的人 却总是说话随意 曾广贤文有言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心经不起伤害 人经不起贬损 关系再好 也不能恶语伤人 更不能戳别人的痛处 后台有个粉丝留言 他说自己有个同桌 说话老是喜欢伤人 从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他有个暗恋的男生 但是因为青春期皮肤不好 脸上有很多痘痘 所以他很自卑 一直不敢去和男生有交流 有一次分了小组 他刚好和男生 分在同一个小组 于是就低头问了一下同桌 怎么办呀 我这个样子 会不会很影响他对我的印象 他同桌便说了句 你的脸本来就这样 满脸痘痘 别人又不喜欢你 怕什么 他看到同桌表情 根本不像开玩笑的 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还有一次 他们年级统一大考 这个同桌看到他成绩之后 就很惊讶 你成绩居然比我好 我之前都是比你好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 又来了句 你就好那么一次而已 更可气的是 他同桌每次说完这些商人的话不久 就会加上一句 我说话就是直了 自己说话商人 还以说话直为借口 不是说话直 你就是坏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商人六月寒 语言能让人在寒冬中感到温暖 但也能杀人于无形 宗散人波切说 大多数时候 标榜自己说话直的人 只是不愿意花心思 考虑对方的感受而已 有些话说不得 多一句 不如少一句 有些话 可说可不说 那便干脆不要说 有些话 你不说 我不问 这就叫分寸 对长辈 多问健康 少问儿女 对同辈 多到辛苦 不问收入 对小辈 多夸成长 不问成绩 你对别人掏心掏肺 别人还嫌你多管闲事 关系再好 也要留有自己的空间 说话有分寸 不窥探 别人的隐私 相互尊重 相互体谅 大家都轻松 来往的底线 好的关系 都是处出来的 总要有栏有往 才能长久维系 来往的尺度 也是维系关系的底线 把握不好分寸 感情反而会变淡 关系反而会疏远 俗话说 三年不上门 当亲也不亲 亲戚之间 尽管血浓雨水 也经不起人情冷暖 时间长了 距离远了 感情慢慢也就淡了 总要常来常往 感情才能热络 来往太频繁 却又劳神伤财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与相处 必须有个分寸 也必须掌握分寸 欠了火候不行 过了火候更是不行 所以说分寸难拿捏 也很难把握 其实我觉得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只要和谐 只要不累 只要觉得舒服 只求恰到好处 就已经很好了 有的人活了一辈子 争来斗去 争名夺利 互相怀疑 互相拆台 甚至互相撕打 残杀 到最后 各自都没个好结果 人与人之间 时而近 时而远 亲疏自悟 远近有几 不要苛求 别人对你多么好 更不要苛求 别人对你 那么的不在意 或是不计较 因为现实生活中 你再完美 也一定有人 对你指手画脚 你只要约束好自己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路走正 为人自律 就出不了大毛病 试想 一个与你无缘的人 你把心交给了他 也无济于事 也难以打动 他那颗冰冷的心 人若与你有缘 哪怕是一句问候 一次偶遇 一个动作 乃至一个眼神 就能惊醒 对方所有的感觉 真正的感情 不是追逐 而是相惜 不是游戏 而是相互之间的珍惜 是所谓 浓淡相宜间 是灵魂的默契 远近相安间 是自由的呼吸 走过的路 脚会挤的 爱过的人 心会挤的 曾广贤文里讲 久住令人见 平来亲也书 去朋友家做客 住得久了 容易惹人厌烦 频繁登门拜访 也会给人添麻烦 变得不受欢迎 庄子有言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甘若离 人与人之间 走得太近 是一场灾难 好的关系 就应该像水一样 润物无声 保持一定的距离 彼此都留在 初见时的美好印象 不也很好吗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